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回到 XBOX 之前,应该是一年多前 我和大家分享过 当时我仍在使用 XBOX ONE 进入Death Mode 安装RetroArch 当时的表现一般 但现在我已有 Series S 这部手机模仪是家用手机来说 算是最最高的 应该玩 Wii 玩 GameCube 都没问题 今天和大家分享 如何在 Retail Mode 装RetroArch 再测试一下表现如何 有些朋友问我 为什么还没买 PS5 说真的 大家有看我的频道 都知道我不是玩新 Game 比较多 我反而玩懷舊 Game 比较多 最近反而入手了一部 XBOX Series S 二手的这部 只是千多元 我觉得现在 整部千多元的家用机 玩模擬器 其实都算挺划算 就算要玩新的 Game 用XBOX Live 都可以玩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部真的不错 一千多元来说 对 买回来之后 当然是试试安装玩具 看看表现如何 在 Retail Mode 装RetroArch 是要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进来XBOX 开 Microsoft Edge 如果没有的话 去 Store 下载便有 基本上开一个 Browser 进去这个 Deskord 这里 连续会放在下面的描述 进到 Retail App Status 这里 要 tick 才能做到 如果是黄色或者红色 其他颜色 总之就有 它可能在维持 不够的 要有绿色 tick 才行 接着就进来 Retail Announce 这里 最新这里 就有下载了 这些RetroArch等等的东西 有 Dolphin 和 Senior 和 PPSSPP 的独立模擬器 这些都可以下载 但这一集就应该不会讲这个字 我主要讲RetroArch 基本上按进去 按照 Open 就会有这个 可以 install 的了 可以按 OK 等它完成 进去 进去 进去RetroArch后 就需要下载了点 那我们去这个 main menu 这里 它有个 online updated 那么 按进入去 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先更新的 那我们先更新的 有一个 access ее 进去 完成後,你會看到字體有少許不同了 好像漂亮了 我會更新這些 不是說必須,但我會更新 順便更新的課程 課程中的模擬器 這個就需要多一點時間 好了,完成了 接著還有一個 Core System File Downloader 這裡會有些 BIOS 或者 都不是必須的 但如果你玩模擬器 遇到問題 就可能會少了這些 下載了就會好一點 我先不全部下載 但我只是下載自己玩 今次我會試Dolphin 我亦會試PPSSPP 譬如Final Burn Neo 它說High Score 這應該是分數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自己下載 這些MAME 模擬器 可能都會有BIOS 如果有需要的 就先下載 這些都是不是必須的 OK 搞定了,應該是下載的 我們再過去設定 做多一點設定 我們要先設定手鍵 進入 然後找 Hot Keys Menu Toggle 這個 我通常用L3 或者R3 或者選擇自己喜歡 我會選擇這個 如果在遊戲中 想跳進去RetroArch的Menu 就按過了 我現在設定了L3 和R3 一起按 對了 我按 Start Select 就退 對了 OK 設定好了 先回覆 對了 先按這個 On Screen Display On Screen Notification 接著再 Feelibility 裏面這個 Display Frame Rate 有了這個 右上角 就會有FPS 一會兒看看遊戲 順不順 就可以留意右上角 OK 在這裡 就是這麼多 OK 接著我們 先回到 Main Menu 接著 Configuration Files 接著 Save Current Configuration 對了 接著搞定了 我們就可以 停止RetroArch 好了 現在再來 我們回到電腦 那些遊戲 來試試 如果大家 有用過Death Mode 那時候 那支USB 就這樣 刮進來 但這次 因為 這個是Retail Mode 所以 要設定少許 USB Xbox 才能讀到 我們現在回到電腦 好了 回來電腦 準備一支USB 手指 需要 Format 做 NTFS 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我為方便起見 我叫Xbox 對了 OK Format 了NTFS 好 那接著 還要做什麼呢 就需要 在手指上 按右鍵 去Properties 接著 Security 這裡 Advanced 接著 按 Add 然後 選擇 Principle 接著 Advanced 接著 Find Now 接著 第三個 應該有一個 叫做 All Application Package 這樣 就雙重點 對 這裡彈出來 接著就OK 這個 再OK 接著 這裡要選擇 Replace All Child Objects 對 接著再OK 它會問你是否繼續 對 再繼續 OK 接著再OK 那現在的手指 Retail Mode 和Xbox 就可以使用了 我們再需要什麼呢 就是放遊戲 在裡面 在裡面 可以加一個 Folder 叫 Games 對 把遊戲放進去 我先準備一些遊戲 好了 遊戲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安全 退出 USB 接著 插進去 Xbox 那 USB 插進來之後 我們去 Low Contents 它應該會 detect 到 是D Drive 在D Drive 剛才放了 Games 接著 遊戲在這裡 逐個試 我現在放了 Dreamcast 又在這裡 一個是Dreamcast 一個是Naomi 那我們不如試 Naomi 因為都是用同一個 模擬器 對 按了 Low Archive 之後 這裡要選擇 一個模擬器 Naomi 和Dreamcast 應該是用 這個 Flycast 對 這樣就輸出來了 hele 得 刚才设定了L3和L3一齐按键,就进入这个标准 这里可以转移,Low save,甚至在这里做Settings,Inputs,这里可以转按键等等 也可以在这里离开,Quick Retro Arch 要玩其他游戏就不用出Quick Retro Arch 刚才我试给大家看,大家可以在Low Contents 这里,再按另外一些游戏 例如试一下PC Engine,新生2,PCE 有这几个我选择,我选择选一个,如果有一个不合适,可以试其他 没问题的,直接在这里换游戏就行 试一下超人 SIP都应该可以 要找回S&ES,很多个 基本上Xbox的按键,已经设定好了 这点是几好的,不用再设定 了解 最后V 试ins 好久不見了 要大家去挑戰 come玩 在RetroArch之中,不知為何調校的按鈕都不可以 我建议玩 Wii 玩 GameCube 游戏 用 Dolphin 的独立模擬器 因为有更多东西可以调校 进入 Dolphin 之后 按键都没问题 但仍是有点窄 尤其是刚刚出大招的时候都很窄 我试一下 现在在这裏tune 做两倍 720p 应该好一点 大家可以进入 Settings 按 Select 键 然后进入 Settings Graphics 下面 这里就可以调校 按 V 星 照样就可以了 按 OK 调校完之后 按 Select 键 左下角看到的 如果游戏在玩中 如何出回来呢 左边 Analog 加 Select 键 就出回来了 OK 再试一试 保持回来 YVIDE吧 调校完之后 G屬于利用 呃 在选中 processes 一旦一旦 基本上這遊戲都是有點適合的 但如果是用Native的話就算是順利 是出大招的時候有機會有少少適合 其次都沒什麼問題 我相信 Wii 遊戲應該有些可以用兩倍或三倍速 但有些遊戲需要設定低一點 我會建議 Wii 或者 GameCube 遊戲都會用獨立的 Dolphin Emulator 會好一點 大家如果有Xbox Series S 或者 X 就不妨試一下 看看表現如何 或者如果有 Series X 的話 試試我剛才的 Wii 遊戲 看看會不會比我這部好很多 對比一下效能 今天先講到這裡 還有什麼問題的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這條影片請大家不給我LIKE 還沒按訂閱的,按訂閱,再按按鈴鈴鈴 我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喜歡我的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或者 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Patreon 會員頻道 詳細資料在下面 description裡面有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 拜拜